在新時代的今天 道教應當是經常為行 反併開行 應當成為當代道教的主體 堅持時代性 積極服務社會 才是堅持我國道教中國化方向的內涵 道教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 道教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日 中國道教協會會長李光復接受了中心社記者專訪 談及如何彰顯新時代道教形象 李光復表示 民眾最初了解道教 多時通過道訪道教公冠 閱讀文學作品 但文學作品中的描述有時未必與真實的道教相符 道教界希望通過舉辦道教文化節 玄門獎金 公益慈善等活動 向世人展示道教積極適應並服務當代社會的一面 一直以來 道教發揮自身的優勢 在衛護公館問物固域 包括和蓋善公館周圍生態環境 鎮災積品 信仪 食約 捐資 走血 扶貧 幫困等方面 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2020年 新冠疫情發生後 道教界為 昨後疫情放空工作 積極捐款捐物 這些行為其合道教優良傳統 將顯出當代道教在我國公益 慈善事業中的積極作用 李光復特別指出 道教的生態觀 養生觀 生命觀 在推動健康中國 健康生活等方面也有積極意義 道教養生文化也是中華傳統文化中 最具當代運用價值的寶貴財富 道教理來眾生貴神 重視保護生態環境 道教界有義務在經驗道教一地的基礎上 將道教的生態思想轉換為顯示社會價值 道教養生應當與科學施政相結合 對道教養生的知識和方法科學把握 通過將做壞者穩定的形式向社會鋪及道教養生知識和方法 養生文化等道教文化也令不少外國民眾產生了興趣 李光復說 每次去國外交流 道協隨行開展道教的養生功 太極拳 太極劍等表演 急針灸等議針活動 都讓外國朋友對中國道教文化有了更多了解 從2012年開始 中國道教協會 先後在意大利 代國 美國 韓國 泰國 等各 開展道教將轉 道教文化展覽和道教音樂 五十演出燈火等 大學等 征送中華道教 宣裝奔 和老子集成等道教今天 一次來增進國外民眾的中國文化的認知 目前 中國道協已與五大洲 近四十個國家的道教組織和學術組織之間建立了密切聯繫 中國道協主辦的國際道教論壇也隨之愈發有國際影響力 李光復說 加強道教道風建設 文化建設 人才培養 並推動治理道教商業化走向深入 將是下一階段工作的重點 道教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奏承部分 道教文化來維含了中國故人的智慧 道教要與世改信 積極與社會、罪與社會相識 在當今的全球化進程中 過與過之間的練習更加緊密 各國文化都在勇猶地走出去交流和錢 中國古老的道教文化更是要劫持大後的時機走出國門 走向世界 讓道教成為世界認識中國文化的橋梁 修正式 波爾佛 哲 愣 波爾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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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爾佛